同学们大家好 最新的format出了 也有同学跟老师对重了 同学们 其实最新的format对你们来讲 是应该很开心的 因为它跟pt3是很相似的 非常非常的相似 只不过它加了另外一些 可能pt3是直接有答案 现在可能就直接 不是可以拿到答案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地方是graphic and stermily 我们会进入这一份考卷 这一份考卷是我们 送就是拿去给大家的 一的就是我们送去你家 二的就是你同学交给你的那一份考卷 我们会进入这一份新的 不算是考卷 是练习 那我们进入了这两份 类似考卷的练习 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进入考卷 好 这一个graphic stermily and short text 这个我应该不需要再多加解释 因为pt3类似 只不过现在长了一点 原本的spm也有这一个东西的 OK 总共几题呢 总共八题跟那个pt3的情况是一样的 总共八题 所以它的字会长一点点 但是你耐心的看完 你会找到答案的 这个部分是你可以对完的部分 OK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的 spm之前没有这一个part的 但是pt3有 所以你应该也很熟悉 大概实体 你把那个画线的字 这个地方呢 它错的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grammar mystic OK 我们讲的 它不会有那个spelling error 在这个地方 OK 只有grammar mystic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main in grammar的 这个我不多解释 因为我们pt3应该是做得很熟悉了 OK 来到了第三个部分的这18面呢 在你的练习子里面 OK 这一个information transfer 不多说 它有一个重复性的东西 就是特别是这一part 你看到每一次information transfer哦 它都会有名字 有一些人讲了一些的话 然后呢 它要你找出来 那个人讲了什么 谁讲了什么话 这个部分我觉得难不倒大家 那比较 在英文比较弱的同学们 这个部分是送分题 你只要找到重复的话 你就知道是谁讲的了 然后下面的呢 就填图 答案都在里面出现 它不会exactly出现 OK 它不会说 那个句子 那个字就出现了 下一个这个就是答案 不会 有一些呢 它是转个弯 可能答案就到后面 所以你要看句子 同不同顺 才把答案填下去 在总结来讲 这个部分还是送分的 OK 然后来到了 这个是新的部分 同学们 这个是很standard的东西 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Test Completion OK Test Completion呢 就是一种 我们问问题 然后叫你填充 但是它没有给你填充的 那一个答案选择 OK 这一个是根据GRE GRE是什么东西呢 GRE是全世界的大学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大学 不管是哈佛大学啊 你要进到任何的 将来你要出国 进到那种大型的大学 它都会给你的一个小考 OK GRE Graduate 什么叫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吧 应该是 OK 大概会有100题到200题 有时候有些学校 是放50题 像如果服中考试 它也是有考这一个 OK 同考也会考这个东西的 就是我们讲的 播中的那种课程 服中的那种课程 OK 所以它不会告诉你 它到底是要填什么 它只告诉你填 one suitable word OK 是不是grammar的问题呢 等等的 它这边有没有牵涉说 它一定是grammar错呢 没有 你填对字就对了 OK 填对那个字 然后当然grammar要对啦 比如说它整个 整个是past time的东西 你选那个 比如说E-A-T eat 吃东西的词 eat 但如果你知道它是past time的 这样你就自动 automatically写ate咯 那也是一个字 ate本身也是一个字 只不过它是 不同grammar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部分 这一次给你的两篇呢 都还算是简单的 OK 看看能够对几题 六题而已 六题 分数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是这个是新的东西 OK 然后呢 就到我们熟悉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 同学们 reading comprehension 一定会出现 它比较困难一点点 因为有一个部分呢 它完全不给你任何的 它要知道你的 就是你要给它suggestion 比如说这一个 第五题的这一种 How do you think the writer feel about the way he or she score his or his mark OK 然后它给你feeling 所以我们会学 一大堆feeling的字 我们不能只讲 happy sad OK 这些字太笼统了 可能它不会给你分数 OK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们会加强一下 然后会给你一个list 希望说能够 加深我们 到底我们feeling的时候 我们可以填什么 那你写了feeling 你要给它reason OK 这篇文章 不容易明白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 它在讲好吗 OK 但如果你 怎么样讲呢 我们抓到一些的技巧 它在重复的一些字里面 它会出现的 OK 你看哦 它简单的来说 每次做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看题目 首先你看 from paragraph 1 why did Lee Ling ask for the writer's exercise book OK why did Lee Ling ask for the writer's exercise book 这样我们就看看咯 第一段嘛 它说答案在第一段 第一段读完了过后 我们就应该知道 第一题的答案了 OK 好 我们来看看啊 I have often wondered why an incident that happened many years ago still flashed in my mind in my memory I was in year one and was about to hand in my homework to my teacher Lee Ling who sat beside me asked for my exercise book I hesited OK hasited是什么意思呢 游鱼 我游鱼了一下 要不要给她 to give her birth at that moment 你看啊 它就讲 你看接下来这一句 I feel as if I was in the train in the train that was going through the tunnel it was dark and I felt numb for the moment numb就是麻木的意思 OK 那个好像发呆了 突然间头脑空白 一片清空的意思 I let her copy my answer 那一句是讲 那个时候她头脑空白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会借她抄答案 I let her copy my answer My teacher Mrs. Lee called both of us in front of in front and schoolers I told her that I did not copy Lee Ling's answer and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She refused to listen to me OK I was surprised that Lee Ling did not admit that she was the one who had copied We are both punished OK 来到了这边 应该简单哦 OK 那第一段 这样我现在请问同学们 第一段答案是什么呢 为什么 她问的问题是 From the paragraph 1 Why did Lee Ling ask for the writer's exercise book 答案很明显哦 Lee Ling wanted to copy the writer's answer Wanted to copy the writer's answer OK 她要抄她的答案 就这样怎么了 一分不了吗 我们make it simple OK 好 就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的 请你完成 特别是第五题 你要注意 你的reason要reasonable 虽然一分 但那一分 她也可能不给你的 好不好 OK 然后就进入了 那个我们所谓的 Baper 2 Baper 2 应该会有一篇email OK 一篇email 然后directed writing 在这一份里面 我没有给你email 因为我们上两课 已经做了 有一些的email 我们已经做了 OK 那进入考卷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 更多的email出现了 OK 好 directed writing呢 directed writing呢 是可以包括很多 比如说formal letter informal letter 等等的 或者是 我们讲的 这个部分 应该是占20分 没有以前的高分 以前占着35分 OK 好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我们的第一篇呢 是这一个 他会给你一些guidance OK 就是说 他会给你一些的指示 OK 指引啦 帮助你去完成 这一个的文章 OK 然后有一点 老师要make sure一下 你们跟老师make sure一下 这一个我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一下 Summary writing 在很多新的书里面 他改去paper 2了 他用的文章是跟comprehension的文章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放在paper 2了 OK 这个呢 老师需要你确保一下 确定一下跟学校老师 OK 这一次的考试范围有没有牵涉到这一个 OK 因为summary writing 应该 他应该不会cancel掉这一个部分的 OK 这个部分他还是很好拿来 这个也是gre 刚刚我讲那个全世界大学 或是 要考 要知道你的英文水准 他会给你考的一个部分 这也是其中一个gre的部分 OK 我们讲 诶 入学准证的一个英文考试 一定会出现的东西 所以我 因为很多书都还是把它放在paper 2 之前他是在paper 1的 现在在paper 2 这个跟老师确认一下 OK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continuous writing OK continuous writing呢 我们通常鼓励你写那个 写那个story啊等等 里面会有story article report 或者是等等的啦 他在你continue 那个人会完成故事 OK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会费一点时间去处理 OK 那今天的功课很简单 今天的功课呢 你就做 我们讲的 这一个咯 就是我们处理的paper 1 一直到 comprehension这一边 OK 那个你完成它 那你完成它 简单咯 你还是 嗯 得拍照给老师看看 OK 那我确定你完成了 那我们 我们应该不会说 一直一个星期 只进入一篇一篇一篇 如果大家能够完成 基本上 我们可能三四天后 我们就进入一个小文章 OK 不一定要你写到很夸张啦 也可能是一个星期保持啦 一个星期 我们在pt3 同学们 pt3我们是一个星期一份考卷 那我也希望我form4呢 能够英文呢 一个星期一份完整的考卷 完整的考卷就包括了 paper 1跟2啦 OK 好 今天的功课就比较简单 希望大家好好的 把它完成 然后呢 这一个部分 把它的分数拿回来 那我们就进入paper 2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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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